上日後的第一個颱風 賴清德不敢大意 一早就到氣象局聽簡報 但巧合的是 到場四分鐘就有地震 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颱風往臺灣地區移動過來的情形 是蠻明顯的 不過由於臺北震度兩極 賴清德專心聽簡報 根本沒發現態度仍然很鎮定 在他聽完簡報後的發言 似乎亦有所指 我們應該要竭盡所能 去做好預測的工作 因為地方政府在應應颱風的時候 根據唯一的法定資料 就是中央氣象局的資料 原來是之前擔任臺南市長時 曾經因為放颱風架 被民眾罵翻了 賴清德上午到氣象局 還特別期許預報要準確 不過這次泰立颱風來襲 真的不能輕忽 他的路徑有比前面幾天的預測 稍微往北邊調整一些 那目前的話 可能是朝向臺灣的宜蘭 跟花蓮這個附近 接近的機會是最高的 根據各國最新路徑預測 已經移至北修 氣象局也預估 颱風中心可能從宜蘭 花蓮登陸 週二下午 北部宜花地區開始降雨 週三東半部 北部地區風雨增強 到了週四 全台可能笼罩在爆風圈內 這個熱帶性低下目前跟泰立颱風 相對的距離大概是一千兩百公里左右 那後續他們之間會不會有一些交互作用 我們會持續觀察 飛兵近海的熱帶勞動 會不會被泰立吸收 氣象局還在觀察中 不過根據目前入境 泰立類似二零零五年的泰立颱風 以及二零一五年的蘇迪勒颱風 當年這兩個颱風都造成台灣死傷踩重 這回泰立來勢洶洶 提醒民眾真的要做好防台準備 記得林網月方 SNG小組 台北報導